喂喂喂 大家好 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个困马 究竟怎样分两只猫猫是打架还是在玩呢 猫咪之间的关系 紧张关系其实是很常见 处理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它们长期感到焦虑 甚至会出现行为问题 在2020年一份美国做的调查 差不多有九成多过一只猫猫的家庭 都有发现猫咪之间有相处得不好的情况 我们会一年三集为大家深入拆解猫咪之间的关系 只是一种猫猫很想知道的 其实是怎样看猫猫之间是不是好朋友呢 在第一集我们就会探讨连专家都觉得很困滑的 怎样分它们是 Apillative Behaviour 还是Agonistic Behaviour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猫狗动物街会以科研学术的角度 分享有关动物的题材 如果想知道更多和动物相处的知识 想对它们有更多理解的话 就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份2023年的研究 研究人员尝试用行为图谱去分辨猫猫的社交行为 跟之前提过的研究一样 他们都是找一班猫猫的行为专家 去看了百多条猫猫的互动影片 这些专家就分别标签了他们看到的情况 究竟是属于玩 打 还是忠诚 再分析了猫猫的六种社交行为动作 最后就集八加之大乘 用统计学方法去提出猫猫猫玩和打架的时候 是会怎样的 那他们就发现了猫猫玩的时候 通常会留意到以下的三点 比较明显出现的就是猫摔角 即是猫猫留在一块地搏斗 而无论搏斗的时候是起飞脚 就算猫猫猫拳也只是在玩 放肆也挺暴力 不过就会就着来打 见血那些就不算是玩 通常一岁以内的猫猫 就会很常见他们这样玩 猫玩的时候其实很少吵架 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地去互吐 就算有声都可能只是叫一两下 不会好吵 玩的时候会换角色 一开始我按住你在地上起勢打 转过头又会被你按住来打 有一种暴力的平衡轮着出招 就算不是埋伤肉搏 而是追逐战也好 都会轮着来追 不会永远只是一只猫追着另一只猫 而有一只猫就永远都是走路 整个画面就好像人的拳赛 你拳我脚点到即止 每回合之间都会有休息时间这样打 如果打架呢 或者我们说冲突会好些 那就是所有东西倒转了 两只猫通常会有比较长的时间 定住夹不动 然后在互叭 猫猫之间的敌对行为 一般都是很少身体接触的 通常都是摆姿势的靠下 还会可能看到他们的毛都飞起了 手手的脚不会伸出来 而是包到实的 这样去保护自己 很少会看到他们抱着一块打架 就好像看电影 那些高手过招之前的一刻 两边在对望 然后就想定如何出招如何接招 刀劍呢 一是就不出招 一出就要见血了 在冲突的过程里面 整个过程都是不平衡的 一边会处处逼人靠前去 空另一只猫猫 或者长期只见到一只猫 追遇另一只猫 那就不会换变 而最重要的是 你会听到很吵 他们会不停发出叫声 就好像看黑社会电影 准备砍偶之前 两边总是要互相问候一下对方 是不是整个画面出来了呢 研究团队发现了在玩和冲突之间 都有一款中性互动 这是对猫猫之间玩的一个比较新的见解 虽然说 玩和冲突之间有个中性互动 是有些废话 研究又很具体地说到 哪些是叫中性的 当我们可以很深入地说一些废话的时候 整个feel就马上很有心动 那我们先说回正题 这类中性互动是真的什么都有 可能会看到他们玩玩的起一起飞脚 起一起飞脚后互相捂毛 捂完毛呢 捂完毛呢 又在吵架叫 整件事看起来都挺微妙的 通常發生是 一只猫想撩另一只猫之间玩 怎知对方不顶情 或者一只猫玩一只猫之间 发觉没人 但对家都依然想继续玩的时候 会出现这些情况 那么因为猫猫是比较真性情的 他们比较少一些reconciliation behavior 即使用来和解的行为 那么需要他们拒绝的方法 要不就跑走 要不就罵人说我玩够了 就会出现一些之前提到在冲突那阵会出现的画面 这种中性互动发生的情况 和发生冲突的分别是 中间会有停顿 即是猫猫会动下又停下看对方的反应 避免真的发生冲突 循例都要挑剔一下 整个研究的核心是想找猫猫玩和冲突之间有什么行为模式 不过他们界定猫猫是否在玩还是发生冲突 就是靠几位专家的专业意见 Expert Opinion 所以某程度上研究在看的行为 未必真的代表猫猫真正在玩的行为 而是现时人类主流观点觉得猫猫在玩的时候会是怎样 或者是有些行为我们会有preference 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玩的模式 猫猫的叫声在整个研究结果里面显得那么重要 有机会是很吵的猫叫声会令到整个画面很血声很暴力 人对这些叫声就比较反感 所以会分辨猫猫是否在玩 某程度上都是一种主观的看法 而研究就找到一些行为模式 令我们会容易觉得猫猫是否在玩 不过要说的是 研究团队里面的专家 虽然在看猫猫是否在玩的时候 都有时会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所有意见的不一 都只是发生在判别 究竟那个行为是否属于忠诚 而他们就没有发生过一些专家说是玩的 而另一个专家就说那个行为是属于冲突的 也就是说 其实那个研究提出的分析方法可能都挺好 所以下次想判断主子们是否在玩的时候 可以跟着这几点去判断 他们有没有玩到黏在一起 那个过程吵不吵 有没有复换角色 还有我们要配合整个身体语言 和情景去分析 不要就这样拿着一两个指标 就下定论 讲完一轮 其实分析猫猫之间是不是在玩 都真的挺复杂 不过我们最想知道的 其实是猫猫之间相处得好不好 接下来两集我们会讲 怎样分辨猫猫之间是不是好朋友 还有怎样避免猫猫之间发生冲突 有兴趣就记得按下那个铃铛 一出片就立刻通知你 大家记得赞 分享 还有订阅 再见 在影片的最后会有一条猫猫之间 发生冲突的网络影片 有兴趣就可以留下猫猫的冲突过程 究竟会是怎样 我们看到其实两只猫猫 大家户备的时间都非常之长 两边都是定住在这里 是不动的 手手脚脚都不会伸到好出 连条尾部都是包住自己 我们看到间跳猫猫的身体是向后挨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间跳猫用了这种特别的布置 去避开黑猫 其实代表在这个情况之下 两只猫的关系已经不太好 好了 黑貓還要跟過來 然後身體向前兇 留意兩隻貓貓大家已經是戶啤到實 眼睛都沒有斬 除了看到間跳貓有時指聲警告黑貓不要走過去之外 留心一點就會聽到其實全城都有些貓的糊糊聲 這就是叫做吵 然後看見木頭都飛起來了 而且一直都是糊糊聲 整個過程都是大家戶啤很長時間 沒有什麼身體接觸 也沒有交換過角色 我們別聽聽他 我們聽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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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